并不陌生 因为奇特的吊声又被人们称为不古鸟 不古及雀人播种 被赋予勤劳的寓意 但现实情况却完全相反 杜鹃可以称得上是最无耻的鸟了 在动物王国中臭名远扬 鸟占雀巢这个成语中的鸟 指的就是杜鹃 因为杜鹃在古代被称为丝鸟 杜鹃懒得见巢在综合考虑了蛋的大小 形状以及幼鸟的情况之后 杜鹃被确定好一个目标 然后趁其离开不在的时候 将自己的蛋下到别人的草屑中 由于杜鹃鸟的孵化期较短 总是会比别的蛋先吐好出来 一旦幼鸟破壳而出 它就会把机主下的其他蛋 推出草屑摔烂 而如果其他的蛋也孵化出来了 那么小杜鹃同样会把它们推下去摔死 由于生长需要 小杜鹃每天都要吃大量的昆虫 它的鸟妈妈就整天忙前忙后的喂养 却不知自己辛辛苦苦喂养着的 就是杀掉自己儿女的松手 在辛辛苦的喂养下 杜鹃迅速长大 当鸟妈妈看着杜鹃长得比自己还大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意识疑问 在杜鹃羽毛长期能够飞翔的时候 它便会扬上而去 留下辛苦可怜的鸟妈妈 因此也就导致了很多鸟类的灭绝 对此你怎么看待杜鹃的这种行为呢 欢迎留言评论